上一個影片我們講到 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這個碰撞的過程的 我們不知道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並不知道這個F1T跟F2T 他們的形式是怎麼樣 他們對時間的變化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那問題來了 那我們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答案就是我們把這兩個球 小一個大M 當成一個系統包起來 你可以看我們這邊用綠色虛顯的圈圈把他們給圈起來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把小M跟大M都看成一個系統 也就是說把他們兩個看成一起考慮的話 那會怎麼做呢 跟剛剛一樣我們對小M跟大M分別去練牛頓魚的運動地區 那我們知道F1是大M動量的變化量 F2是小M動量的變化量 F1跟F2是相反的 大小相等 那我們怎麼做 我們就把上面這個式子跟下面這個式子做相加 因為F1跟F2是怎麼樣 是相反的 所以我們把他們兩個相加之後呢 就是0 可是這個0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知道F1對T的關係 我們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F2對T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怎麼樣 沒有辦法分別去解出大M跟小M 他們的動量 沒有辦法分別去解除他們動量對時間的變化 可是如果你把F1跟F2加在一起 那因為牛頓運動頂率第三頓運動頂率 保證說F1跟F2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在任何一個時間它都是對的 所以我們把他們兩個加在一起之後呢 它的這個0是對於任何的時間都是對的 也就是說 這個大M的這個動量跟小M的這個動量 在任何的時間 他們加起來的值 都怎麼樣 都是不會變化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的合力 永遠是0 所以當我們兩個把它當成一個 當我們把它當成一個系統來看了之後 這個系統是怎麼樣 是不受外力的 沒有外力 只有內力 內力是什麼樣 是小M跟大M分別給對方的力 小M給大M F1 大M給小M F2 可是我們知道什麼 我們知道F1跟F2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是大小相反方向相反 所以如果兩個物體包起來 當成一個系統的話 那他們兩個力是會抵消的 所以我把他們兩個加起來之後呢 就會得到小M的動量跟大M的動量的總和 是怎麼樣 是永遠不會變的 那這個概念就叫做所謂的動量守恆 這個碰撞的系統 因為沒有受外界力的作用 他們兩個的內力 大小相反方向相反 所以如果我分別考慮大M跟小M 因為我不知道F1 我也不知道F2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把大M跟小M 動量對時間的變化解出來 我們不知道它動量是怎麼變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力是多少 可是如果我們把大M跟小M加起來 因為他們兩人的力 橫為大小相反方向相反 加起來之後橫為0 所以我就可以怎麼樣 我就可以把大M跟小M的動量 這個值怎麼樣 保證它是不變的 所以我不知道P大M 我也不知道P小M 對時間的變化 但我可以知道 它在這邊扭來扭去 蠱動的時候 他們不管怎麼撞 撞的過程是怎麼樣 撞到第幾秒 撞到一半 到底彈開了沒 都沒有關係 因為在他們碰撞這樣的狀況下 沒有外力的狀況下 他們兩個的動量核是怎麼樣 是永遠不會變的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動量手衡 這個是在碰撞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結果 而且它是怎麼樣 它是永遠都成立的 只要你這兩個球沒有收到外力 不管你們中間是用什麼樣的形式來碰撞 它都是動量手衡的